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南昌这个城市在一篇有名的古文里被这样夸赞过 雾华天宝 人节地灵 真的是非常高的赞赏了 要想凭上5A级景点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毕竟那么多的省份争着想要把自己的旅游级别增高点 好吸引更多的游客到这里参观 江西也是一个有很多著名旅游景点的地方 有几个比较有名的5A级风景区 但这些景区恰好都不在南昌的范围内 也真是有些遗憾呢 南昌可能也意识到了这样的问题 于是这几年也在积极的申请 希望自己的旅游业也发展起来 南昌有一个大家听起来都非常熟悉的地方 藤王阁 对 有些小伙伴听到这个名字 有没有想起来课本上曾经背诵过的那篇文章 藤王阁序呢 相信背诵过大家一定都印象深刻 目前对于这个景区的修复工作 已经展开了一段时间了 完善工作也已经准备妥当 就差最后的一步了 也是很关键的一步 能不能凭上5A级景区就看它的了 不仅如此 那里还在周围建造了很多的步行街 让走在上面的人们更有画面感 街道常年没有智力有些破旧了 现在真是要动大工程了 准备修更多的地铁 方便人们的出行和游玩 虽然南昌为了经济的发展 只求速度忽略了质量 但一切的开始都不算晚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